本期话题 吃火龙果有什么好处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其他一些微量元素也非常丰富 对提高抵抗力也非常有帮助 另外它含的花青素 比如对眼睛视力改善也非常有用 总体上来讲 火龙果营养是丰富的 那么经常食用既能够提高抵抗力 同时还能够预防一些慢性疾病 比如生活方式疾病 比如高血压 高血测 高血糖等都有帮助 但是火龙果一方面我们讲它预防三高 但是过量食用它毕竟含有糖尿比较高 所以比如糖尿病 我们不鼓励多吃